哈囉我是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開咧 你們知道2018是什麼年嗎? 2018是平成的最後一年 然後這一年呢 全日本人他們會有一種很感慨的心 他們稱今年夏天為平成最後的夏天 所以為了這個有點感傷 但更值得紀念的歷史性時刻 我決定來做一些非常夏天的事情 我要去全日本最美麗的海公孤島 車子也已經租好了 那我們就出發吧 走吧 現在呢要去來尖島 Kurima-jima 去挑戰我的一個人生第一次 會有非常美的景色 但是同時也可能會很可怕 所以我現在是既期待又緊張 這邊就是來一間大橋啦 有沒有超美的 它就是很長 好像兩公里吧 然後左右都是蔚藍的大海 那個透明度之高 而且那個海的藍色是很濃很濃很漂亮的 但是我現在必須要專心看前面開車 超美的 有沒有超美 有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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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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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 我們走 可以嗎? 啊 日替山 不好意思 我沒想到 不想看到了 我已經想到的地方了 就不用了 請問一下 她的褲色好美喔 美麗的髮型 謝謝 想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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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帶假腳拖 但是我忘了先換 所以等一下我應該就是要赤腳玩 結果其實是大家都不能穿鞋的 那還好啦 沒有損失太多 玩的時候呢可以拍照 但是如果 掉到海裡面 就沒人會幫你撿回來啦 好我們要出發了 哇 我們是第一個 原本想說很幸運 結果第一個還真的有點緊張 超忙的 太酷了 超級美的 我的天啊 好好玩喔 我的天啊 你看我們的腳 超級無敵高 我們都要離地面50公尺 超舒服的 而且有一種很安靜的感覺 你完全不覺得說害怕對不對 坐得很穩 很像空軍在跳傘那種感覺 完全不像吧 跳傘應該很可怕 不是嗎 好舒服喔 看得到我們後面的 滑翔 好 我覺得我們已經到最高點了 我現在公主島這個是必玩的 所以我一開始很害怕 我真的很快挫賽了 其實就是那個 大哥在放風箏啦 然後我們坐在風箏上面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然後大哥說啊 其實因為海非常非常透明 也是可以在這邊看到海裡面的海龜的 來找找看囉 好可怕 好可怕 北海鷹 好可怕 你覺得你很快 好可怕 好可怕 每日都往上 冷靜看 多久 開山 有akt OK 拜拜 拜拜 太好玩了 兩個人的話呢 一個人是7000日幣 一個人坐的話是9000 完全值得 那個在空中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如果你要搭直升機的話呢 就會更貴啦 搭直升機的話呢 你是感覺沒有跟海這麼近的 你是坐在機艙裡面嗎 這個是你完全就是 飛在空中看海 來公古道絕對要玩 然後剛剛買了一罐這個 三兵架 沖繩的一個特產 但它其實就是Jasmin Tea 然後我們就到了Aosolapara 最近新開的超人氣咖啡 你看它是Rainbow 我今天完全搭配它 我也是 海虹 人超級多 然後店裡放一個很Reggae的音樂 Her Jah 好耶 這裡還有羊耶 你好 哈哈哈 為什麼它不吃後面那些更好吃的草 因為羊跟人一樣呢 都是覺得 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 哦 我看你一看 我看你一看 她說這是宮古島奶昔 但是有薄荷然後有奶 薄荷巧克力打成酥甜 很濃很綿密的感覺 它的顏色跟我的指甲一樣 現在要去一兩步島上的三角點 它是一個70公尺高的懸崖 然後你可以看到180度的超美宮古海 它的入口不太好找 這裡真的是懸崖 還好透明喔 都可以直接看到海裡面的珊瑚礁 那裡有一排海洋 海洋 YES YES 沒有錯 宮古島的海就是這麼美 美到 很多人居然忘記 宮古島的行星也很美 今天呢 是個非常讚的晴天 所以星星一定会很多 出发来宫古岛之前 我先在Veltra预定了星空拍摄的行程 这里的光害非常小 所以晴天的时候会有很美的星空 当地的摄影师会帮你拍出 平常自己绝对拍不出来的美照 IG绝对按赞到爆 那因为是关心的行程嘛 拍摄时间就会因为季节而有所变动啦 所以集合的时间跟地点 都是事前回email通知的哦 除了关心活动之外呢 Veltra的网站上面还有更多 冲绳更主流的海归浮潜活动等等 那其实这一次呢 我是有租车的嘛 但是晚上冲绳 宫古岛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暗 然后距离集合时间已经快到了嘛 我就有点赶时间 我觉得自己开车不太安全 所以我就叫了那个酒店的车过去 这是中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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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对 这边真的全黑啊 然后找不到那个集合地点 然后打电话给担当者 他就说他们那边有一个闪光 我就发现哦真的有 我一直以为是星星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要怎么过去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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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哦 吃完了 啊 谢谢 终于到这边了 然后因为这里面真的是太暗 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去 就问说这个司机大哥能不能够再载我们回去 好像问导游说只要半小时吧 司机大哥说半小时的话可以等我们 太好了 所以结束后呢 我们会再搭同一台车回去 好 请不吝点 是吗 啊 是 我好像有点看过去的 好多了 真是危险 完全看不到海好可怕 这是我们的导游先生 MASARU MASARUさん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